嗨!我是寶可夢 你常常在辦公室團購買東西嗎? 轉帳給親友是不是常常用 ATM呢? 我現在要教你一個很棒的絕招 叫做日勝享樂點 這是什麼東西呢? 最高每一次轉帳可以讓你賺七塊錢 趕快來看看這個好康優惠吧! 那什麼是日勝享樂點啊? 其實它的前身就是日勝web ATM活動 也就是日勝送點王 那它現在進化了 進化了之後代表什麼意思呢? 以前每半年就要重新註冊一次 重新累積點數 現在都不用囉! 現在只要首次註冊之後 就可以完整的使用一整年 而且明年度也不用再註冊了 你的點數就是一年用一次一年用一次 真的越來越方便了啦! 來來來,第一個好康爆你知 現在趕快把你的手機拿起來 登入日勝享樂點官網 1月31號前註冊 就能夠享有10點的紅利點數 這10點紅利點數可以幹嘛? 其實你可以換夢夢購物機 你也可以換日勝銀行的信用卡刷卡機 也有量販店的旅券跟百貨公司的旅券都可以換 這麼好用怎麼能不來用一下呢? 而且我手上這些禮券 全部都是日勝銀行點數轉帳 就是拿到的喔! 所以也請大家特別注意喔! 你身上如果有一些跨行停款轉帳的次數 一定也要拿來一起用喔! 不要小看這些1個月5次或10次的次數喔! 小兵也能比大功! 欸?那怎樣才能加入日勝享樂點會員呢? 非常的簡單,你現在只要上網登記就可以啦! 但是他的會員有分兩個等級喔! 一個是一般會員,一個是享樂會員 這中間有什麼差異呢? 一般會員很簡單 你只要持有國內的銀行發行的金融卡 那麼你只要上網登記之後呢 以後你用這張金融卡所做的跨行交易 就符合資格 那前提的話呢就是說 他只能夠在日勝銀行的Web ATM 做交易 才能夠記錄裡面 那你當然在外面跨行就不行 只能夠在他自家的頭路做跨行才可以 那另外一個享樂會員的部分呢 也很簡單 你只要使用日勝銀行的 這個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登記錄註冊 就符合資格了 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 你必須要有日勝銀行的帳戶啦 才能夠申請這個網路銀行嘛 那如果你自己有日勝銀行的戶頭 但是還沒申請網路銀行帳號跟密碼的 也請你不要忘了要去申請一下喔! 那申請完之後並且加入 你還可以享有一項獨家的好康 這個就是日勝的生日禮喔! 50點的點數喔! 就是50塊錢啦! 你生日那個月呢 月初就會匯到你的戶頭裡面去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不拿沒不拿 有戶頭的趕快來登記註冊一下啦! 欸!那怎樣才能夠累積 日勝的紅利點數呢? 其實很簡單喔! 它的基本規則如下 就是你只要完成一筆所謂的跨行交易喔! 買一千零一元以上 你就可以累積五點的紅利點數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做這個所謂的 日勝期貨保證金的繳交啊! 或者是日勝銀行的信用卡費的繳交 或是其他繳費的部分 只要有使用到日勝Web ATM 那麼它就會記入紅利點數累積的部分喔! 這個我們看畫面上面 可以看到好幾個不同的累積方式 你也可以多多參考 這邊還有一個好康要報你知 就是如果你有日勝賬戶 並且把它連結到接口支付APP 那麼你每個月只要從日勝賬戶 把錢吸進去接口支付裡面 儲值或者是消費達8000元 你就可以累積5點的紅利 那我們都知道喔! 這個電子支付每個帳戶 每個月上限是20萬 所以20萬除以8000就是25次 那麼你最少就可以累積25x5 也就是125點的紅利點數喔! 如此的羊毛怎麼能夠不撲呢?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喔! 這個每個月125點一定要賺到 現在跨行交易一次不是會被收取 15塊的轉帳手續費嗎? 那怎麼可能會划算? 你15塊出去但是只有5塊回來 欸!不是這樣子 其實如果你有一些數位帳戶的部分 那麼這些數位帳戶 每個月提供給你的免費的 跨行提款轉帳手續費次數 你都有機會可以拿來交易 並且賺取點數喔! 寶可夢簡單舉幾個例子你就知道了 比如說 第一個 台新RECHAR數位帳戶 每個月提供5次跨行轉帳次數 第二個 遠銀BANKY也有5次跨行轉帳次數 第三個 iLEO數位帳戶有10次跨行轉帳次數 第四個 星光銀行的OU數位帳戶也有5次跨轉 那第五個就是我們永豐大戶 永豐大戶也有提供每個月最高20次跨行轉帳次數 第六個的話是我們凱基證券 凱基證券的話 你如果連結凱基銀行的戶頭 那麼這個戶頭就會有每個月30次的免費跨轉次數 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好好利用的 把上面的交易次數全部加起來 至少也有75次耶 75乘以50多少 是375塊錢 每個月算375元 一年下來賺多少 再撤以12 變成了4500塊 哇 每年直接白花花的4500塊禮券就入手了 這樣子還不爽嗎? 你以為就這樣子而已嗎? 當然沒有 一開始不是有講說一次最高有7點的點數嗎?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然就是因為這一次 我們日盛享樂點推出了 MGM活動 最高可以讓你一比交易 拿到7點的點數 到底怎麼拿? 往下看 可以看一下畫面的表哥 這個怎麼解釋呢? 很簡單 如果你名下的親友們 當月的交易次數有超過500筆左右 那麼你的交易呢? 一次就不會是5點 而是有再加碼1點 就會一次6點的紅利點數 好 那第二個門檻呢 是只要你名下的親友們 轉賬交易的次數超過1001筆 那麼 你的每一筆交易呢? 不會一次只拿5點 而是加碼2點 就是一次有7點喔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喔 你每個月所拿到的總加碼上限呢? 是2000點 好我簡單舉個例子喔 比如說小寶、小可、小夢 三個人呢 一起來參加日盛享樂點活動 小寶呢 邀請了小可跟小夢 來加入他這一團 小寶一個月轉賬300次 小可一個月轉賬200次 小夢一個月轉賬400次 因此 小寶名下的小可跟小夢 他們兩個人加起來就有600次左右 這600次呢 就超過了他的第一個門檻 因此 小寶他自己轉賬的次數 就可以拿到多少呢? 300再乘以5 是1500嘛 然後他還在加碼1點 所以呢 他可以再拿到300x1 所以最高就是6點 那就是1800點 也要提醒大家喔 你邀請越多的朋友來參加 你當然可以轉賬拿到的點數就越多啦 多多益善也歡迎大家 趕快邀請身邊的親友 一起來轉賬啦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每一個人每個月的上限 就是拿到加碼的2000點 也就是兩張加樂福千元禮券的意思啦 這次日盛全新推出來的享樂點活動 真的是非常的棒 他不僅畫面非常的好看美觀 而且使用上操作也非常的順暢 所以我也非常推薦大家 一起來註冊參加這個活動 除此之外呢 他們也做了MGM活動的加碼 他們真的還蠻用心的 所以我非常開心的邀請大家 先跟上寶可夢這一團 除此之外呢 你也趕快去邀請你身邊的親友 一起來參加活動 我在下面的資訊欄呢 有特別推出本團限定加碼的活動 如果你要拿到額外的好康 請務必跟上本團 而且認真的邀請親友來參加活動 你就能夠把所有的好康 全部拿好拿滿 好 我是寶可夢 非常開心能夠跟大家介紹 一個這麼棒的產品 我先話不多說 趕快去轉帳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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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